各位投資朋友早安 歡迎收看真投資 我是飛行星星 昨天台股觸目驚心 加權指數是跌了300多點 貴買指數是一度跌了 將近半跟跌停半 跌了將近5% 美股也是一樣 一直到昨天晚上 很多的個股還在破底 包含說四大指數 昨天還是比較疲弱 其實在這樣的氛圍之下 大陸的股價值 大家要先知道台股跟美股 最大的問題在哪裡 其實不論台股還是美股 最大的問題都落在於美元 美元太過於強勢 所以它會壓抑到所有的商品 美元走強會壓抑到新台幣 會壓抑到美國股市 又會壓抑到美國的公債 所以只要美元一天不落 其他的商品就不會有空間 大家其實在這樣子的氛圍之下 一定會比較恐慌說 持股需不需要殺低 該怎麼去操作 但其實你只需要知道一個邏輯 就一個邏輯你把它搞懂 你會知道這個時間點 不需要去過度恐慌 其實就是說 我們在上週有提到一個 非常重要的邏輯 說這個時間點 如果說台股或是美股 它如果要去大漲 一定是說美元要先指穩 那美元要指穩就是說市場上 這個時間點 大家最期待的 就是包爾釋出鴿派的言論 那包爾要怎麼樣才會釋出鴿派的言論 就是要股市下跌 先進去看喔 我看這個位置 美元 美元非常的強勢 那在這麼強勢的狀況下 昨天又在創高 今天可能又會再創下了 短線上的新高 那在美元這麼強勢的格局之下 其實其他的非美貨幣 或者說其他的商品 很難會有比較大的表現空間 那既然這樣 一定是說包爾要先釋出 比較偏向鴿派的言論 那比較偏向鴿派的言論 才有機會把美元壓下來 那就像我們上週有提到 為什麼說美股這次的下跌 台股這次的下跌 它叫做必要之二 就是說它是一個必經的過程 一定要先跌 股票市場才有機會再大漲 因為就像我們上週有提過 以包爾這個時間點的立場來講 包爾不會希望美股上漲 因為如果說這個時間點 美股大漲的話 會變成說通膨它是壓不下來 因為如果說以包爾的立場來講 因為包爾他的目的 是要去壓通膨 那他釋出說偏向鷹派的言論 這叫做手段 他的手段不過是要去壓制通膨 既然是壓制通膨 他不會希望美股大漲 因為以截止到8月份 截止到8月份 美國大約有64.5%的投資人 美國投資人 散戶投資人64.5% 64.5%他的資產比重 其中有大約是64.5%的資產比重 他是放在美國股市 既然是放在美國股市 也代表說 如果美國股市大漲 對於這些散戶投資人 就是賺錢 既然是賺錢的話 可支配預算提升 通膨怎麼會壓得下來 可支配預算提升 大家有更多的錢去消費 消費力道提升 對於通膨沒有幫助 但是如果說美國股市下跌 那這64.5%的資產配置 他是不是就賠錢 那美國的投資民眾賠錢 消費力道下降 間接就會去壓抑到通膨 所以其實就是說 美股在下跌一定會拖累到台股 那美股一定要下跌 才有機會釋出偏向隔派的言論 所以這就是一個必經的過程 大家只要了解到這樣子的邏輯 你會知道 其實這就是一定會發生 要先發生這一段 才有機會出現後面的大漲 所以你看 以加權指數來講 加權指數雖然說跌幅比較重 那主要都還是國際資金再去做被動式的調整 不斷在股市會是在市之間下去做轉換 那其實就是說 國際資金在股市會是在市之間去做轉換 主要還是因為美元太強 那美元太強 它會壓抑到其他的商品 包含一下美債也是 你去看 美國公債的殖利率 近期一直在創高這個位置 那美國公債殖利率之所以會創高 就是因為美元太強勢 美元太強勢 所以大家 因為說美元跟美債 它是屬於無風險的資產 那既然說美元報酬率更好 大家會去賣掉美國的公債 那拋售美國公債 美國公債的價格會往下掉 價格往下掉 美債殖利率就會大漲 所以美債殖利率會大漲 也是因為美元太強 所以其實這一切的根本都在於說 美元它的貨幣真的太過強勢 那美元太過強勢 要怎麼去解決 一定就是要靠保爾 靠聯準會 但是就像我們上次有提到 為什麼聯準會 它在利率會過後 它的立場會這麼極端的偏向鷹派 所以不論說犧牲多少經濟成長 我也一定要去壓抑通膨 其實這有一部分是它故意營造出來的 因為說它不可能讓美國的民眾 認為說這個時間點 股票市場就是要利空出境 利空出境所以開始要大漲 它不可能讓美股出現這樣子的狀況 因為如果美股它又出現利空出境 又大漲 會變成說大家又賺錢 通膨壓不下來 所以一定是說美股要先跌 那跌下來之後 對於這64.5%的資產比重 美國的散戶投資人 大家就會賠錢 那賠錢 間接的可支配的預算就下降 那可支配的預算下降 是不是就間接壓抑到通膨 所以為什麼在近期我會一直強調說 不論說美股也好台股也好 一定需要先下跌 先下跌 包爾才會釋出偏向鴿派的言論 也才有機會去強談 所以其實在這樣子的狀況下 國際資金它只是在去做被動式的調整 那又加上 這一段是必經的過程 這一段先跌下來之後 包爾隨時 他會出現比較溫和的言論 那只要說 這樣子比較溫和的言論出來 美國股市跟台股就是大漲 所以其實你只要了解到這樣子的邏輯 你會知道這個時間點 為什麼我們要提前去買股票 因為第一外債因素 它這個不過就是必要之二 那既然是必要之二 對於個股來講 也不會有太大的影響 那更不用說以個股來看 如果說以個股來看的話 就像我們在上週一直有強調 國際資金在於做被動式的轉換 被動式的平衡 那這對於個股來講 其實都是非戰之罪 尤其是很多的個股 它已經提前反映過利空 這個時間點 它就是受到外債因素的連累 就是說包爾的言論非常偏向鷹派 那要讓它稍微的溫和一點 美國股市一定要先下跌 下跌到一個程度 它才會開始比較溫和一點的言論 那美國股市的下跌是因為美元的走強 那美元太過於強勢 對於整個應該說國際資金 國際資金它會去做被動式的調整平衡 那這個平衡的過程可能會比較艱辛 但是其實對於很多的個股 它都是出現一個更具有的利潤 就是說以股票來講 本身是沒有任何的問題 那股票本身沒有任何的問題 好 那這個時間點又遇到外債因素的調整 外資去做被動式的調整 那這個時間不就是超我的利潤 就是說個股本身沒有問題 只是說外資它不得不去做資產的平衡 就像我一直強調的 股市 會市 債市 這三者之間 他們是用投資組合的概念 那當股市 會市 債市 其中一項特別強 它會把其他兩項的資金轉換過去 那如果說美元又特別強勢 其他的非美貨幣全部都會被壓抑到 所以你只要了解到這樣的邏輯 你會知道為什麼這個時間點 不需要過度去擔心 所以在我這兩大平台裡面 Light跟Telegram 會告訴你說 整個國際市場的聯動關係是怎麼樣 那這個時間點該去做什麼樣的動作 小老鼠WE 178 WI 178 如果說手上有任何的持股 那不知道該如何去處理 或是說該不該太弱流強 歡迎在盤中時間直接來電 所以在這個時間點 其實大家就是稍微的把它撐過去 就是說在下跌的過程 可能會比較難的熬一點 但是只要撐過去 後面的這一段 全部都叫做超額利潤 全部都是你的 因為如果說把這樣子的過程撐過去 其實只要Bower隨便講出一點點 比較正面的消息 對於美股也好 台股也好 就會有非常巨大的影響力 所以其實說這一段跌幅 你去看美元指數這樣走 那如果說我們以美股來講 NASDAQ NASDAQ這一段其實也跌得夠深 倒窮也是 昨天還在破底 那包含像是費城半導體也是 這一段其實已經跌得夠深 那這一段跌得夠深 也代表說 Bower他的目的已經達到了 他的目的就是要讓 美國股市下跌 美國股市下跌 美國的散戶投資人才會賠錢 賠錢就是Bower樂見的狀況 因為賠錢就代表可支配預算下降 可支配預算下降 間接就會壓抑到通膨 好 那這一件事已經達到目的了 Bower就會開始釋出 比較偏向鴿派的言論 所以在這樣子的時間點 其實美股跌得夠深了 台股也跌得夠深了 隨時都可能會有比較強力的反彈 所以其實在這樣子的時間點 很多已經在上半年提前反應過 產業利空的股票 這個時間點他都叫做是被誤殺 那既然是被誤殺 他就會有超跌過後的超額利潤 包含像是2368金像電 當時有講過 在減資之前 減資之前就特別講過 主要產品線是在伺服器加網通 都是趨勢性的產業 全店保守8元上看9元 不到80元都是一個便宜的價位 那既然說不到80元是便宜的價位 就代表說他的位階是夠低 減資之前位階夠低 減之後他只會變得更強 那你去看 其實這樣子的週期 他的幅度是比較短 應該說他的週期比較短 但是這一根上引線 他其實也叫做超額利潤 你去看喔 當天是9月19號 盤中一度是大漲7%以上 那當天大漲7% 他有一部分的原因會收上引線 是因為新台幣的週強 受外在因素的影響 那既然是受到外在因素的影響 這就叫做超額的利潤 他的週期比較短 就是在盤中而已 但是其實這樣子的狀況 也就叫超額利潤 你去看 這樣子的位置 如果說當天指數沒有震盪 因為說他的上引線 是從91.3到88.1 那從88.1到91.3 這樣子的空間 他就叫做超額利潤 就是說如果當天的盤是沒有震盪 沒有波動 他也不會留這一根上引線 那沒有這一根上引線 我們也不會 有大約是3到5%的超額利潤 所以其實這個東西就是 本身的位置很低 又受到外在因素的影響 他就是一個超額的買點 那你去看 隔一天9月20號 直接拉到了92.2 那這一根上引線就是多賺的 包含9月21也是 9月21流的大約是3%左右的下引線 那這一根下引線也是 因為說盤中震盪 盤中震盪 所以出現更大量 出現部分的賣壓 那這一根下引線也是多賺的 最低來到了88.1 尾盤收到了93.7 是不是 他的周期比較短 但是他全部都叫做是超額利潤 所以在這個時間點 這個過程會比較艱辛一點 但是相信我 只要把這個過程撐過去 接下來的利潤絕對會大於一般的行情 因為現代的下跌是鮑爾的手段 那鮑爾的目的只是為了要去打通膨 那當他的目的達到了 手段竟然會 竟然說被他當成手段的美股 自然就會補漲上來 所以反而是要把握這樣子的狀況 提前進場去撿鑽石 那手上的個股如果說不知道該怎麼去處理 該不該去太弱留牆 歡迎利用廣告時間直接先來電 我們先進段廣告 所以其實在這樣子的環境之下 大家所看到的消息 一定都會比較負面一點 利空消息也會比較多 尤其是說美股在破底 台股也在破底 那你所看到的消息 一定會非常偏向空方的消息 可能說會在下修個20% 30% 40%之類的 因為只要說股票市場下跌 最不缺的就是在更空的消息 但是大家一定要知道 這個時間點其實就是一個必經的過程 一定要經歷過這一段的下跌 股票市場才有機會迎來比較強的走勢 否則你去想 因為說鮑爾的目的 他就是要去壓通膨 既然去壓通膨 他的手段先讓美股跌 如果說他不論怎麼講話 美股都不跌都不跌 他的立場只會越來越陰越來越陰 這對誰其實都沒有好處 但是如果說美股下跌 達到鮑爾他所要的目的 他很快就會釋出 比較偏向溫和一點的言論 所以其實這就是一個必經的過程 那只要把它撐過去 後面的利潤會非常大 因為這個時間點其實就是非常極端的鷹派 但是只要有一點點偏向鴿派的消息 美股一定會大漲 包含台股也是 當然說這段大漲不是說直接過前高 而是說至少可以收復前面這一波的跌點 你去看 以台股來講 至少收復前面這一段是沒有太大的問題 應該是這麼說 這一段的下跌 因為美股也是 這一段的下跌 他就是鮑爾的手段 鮑爾的手段就是讓美股下跌 那他的目的就是要間接 達到壓抑通膨的效果 那既然說這樣子的狀況達到了 他隨時都會釋出鴿派的言論 所以也就是說 美股的反彈 美股的強彈 或是說台股的強彈 隨時都會出現 這個時間點就是提前進場去佈局 那當然說有一些股票 該換的適度也是 剛好利用這樣的機會下去做轉換 因為以昨天來講 整體的盤勢是 好股票壞股票一起跌 那好股票壞股票一起跌的狀況下 其實就是很明顯 一些國際的資金 再去做被動式的調整 那被動式的調整 有代表很多的股票 純粹就是被誤殺 所以你去看 2368的金像電 他其實也就是 地位階最好的代表 這樣子的下影線 都叫做超我的利潤 9月22上週四 最高來到95元 9月23正式上工到了百元 104 減值之前80以下買 減之後100以下買 都是一個很便宜的價位 昨天小幅度的震盪 昨天小幅度的震盪 整體格局相對還是強勢 那像這樣子的低位皆強勢股 其實拉回來 不過就是新一次的買點 那包含像是GIS也是 9月8日當時有特別講過 不到80元都是很便宜的價位 9月13日開始有買盤進場 9月13日上週五 大漲的接近漲停板 最高來到86.6 所有的部位都是賺錢 那就像我們講的 Apple營收比重夠高 全面保守時上看13 又加上有混合時勁 就是說它有一個未來的夢 那也有一個數字在 數字漂亮又有夢 這樣子的位皆 就算是受到大盤的影響 它也一定會補漲上去 所以其實這個時間點 很多低位皆的好股票 跌下來 真的是讓你去撿便宜 那昨天拉回來 又是一個新的買點 跌下來 它一定會有低階買盤 很快就會上去 所以就是說 在這樣子的過程 會比較難好一點 那大家常在說的 超額的利潤 巨額的利潤 就是出現在這樣子的行情 你說正規的行情 絕對不會有所謂 超額的利潤 一定是說 要趁著這樣子 比較說大型的利空 大型的跌幅 才會有夠超額的利潤 一定是這樣 你說一個正規的行情 絕對不會有所謂的超額利潤 他已經達到他要的目的 美股確實下跌 而且跌幅還不輕 既然已經達到他要的目的 隨時都會轉割 應該說 隨時言論都會比較保守 比較溫和 那只要說溫和的言論出來 美股一定就是大漲 那你說什麼時候會出來 坦白講沒人知道 那也是因為跌幅夠重 所以隨時都可能會釋出這樣的言論 那既然隨時會出來 我們一定就是提前先卡位 四星也是 3661的四星 三進三出 單趟都是百元的價差 最後一次千捲上下出場 9月22 當時有講 破900 絕佳的買點 往上拉 9月23 一樣是收一根很漂亮的下引線 這樣子他就叫做是超偶的利潤 9月16昨天 因為大盤不好 不受影響還是難免 跌下來最低來到866 這也是一個全新的進場機會 包含像3037的星星也是 這一段跌幅比較重 但大家一定要知道 其實這類型的緩跌緩跌的股票 只要一根強彈 他就可以收復一到兩週的跌幅 所以你說這樣子的股票 需不需要去殺低 真的是不需要 就是說現在去殺低很可惜啦 可能說 他緩跌個兩到三週 但是只需要花兩到三天 他就可以收復掉這樣子的跌幅 隨便去殺低真的就是 可能會砍在相對的谷底 除非說產業前景真的是 比較有疑慮 才會需要去試機去做轉換 包含說可能說航運 或是一些原物料 這類型可能就會比較危險一點 所以如果說手上有任何持股 不知道怎麼處理 就歡迎盡速跟我們去做聯絡 所以像3037這樣子的股票 雖然說他一直緩跌一直緩跌 但是我的看法也是一樣 這樣子的位階不需要去殺低了 同性電也是 集跌下來這個位置 他也是一個超跌後的買點 包含其鴻也是 他就是無辜也是被拖了一根長黑 這就是讓大家進場的超額機會 超額的買點 所以把握這樣的機會 一些接下來比較不具有 產業優勢的股票 我們就利用好股票壞股票 一起跌的過程 下去把它做轉換 如果說滿手現金的投資人 我敢肯定的告訴你 這是一個非常巨額的利潤 非常超額的買點 所以把握機會 手上持股有任何問題 歡迎直接來電跟我們做聯絡 如果說想要逢低 經常撿便宜 也歡迎利用盤通時間聯絡 祝福大家操作順利 謝謝各位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同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審視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